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手頭上最後一款SDX 亦都是我自己親手買的一款大一手SDX 你可以看到在細圖上可以看到的 當初沒有打算買的,後來這款是魔法禁燈 標價是55元,而這款是60元 這是我當年在SDGCC新加坡Toy Game Comic Convention 時 他們釣出來賣的 其實SDX系列在某個層面上好像名牌一樣被炒得很厲害 我想商家都以為可以炒 誰知結果就燒了手,由60元到55元 那時候升幣只是去到2.5元 還未到好資格那樣三球前 所以... 乘2,差不多2出一點 所以,55元乘2都是80元 這價格可以接受 所以我當天就賣了 那... 另外也是因為... 你也知道我很喜歡魔法師 那... 既然這個是魔法... 術士... 咦... 術士... 法術士... 法術士... 都應該買一隻來儲一下 那... 好... 看看吧 那... 基本上呢... 它是... 一堆的了 那些坑... 模型的坑是這樣的 有四隻一堆的 有騎士... 有... 戰士... 和... 爭女... 和魔法師...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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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 還有... 有些... 效果的... 那... 那... 其實它的配件角色... 一種都不華麗的 可以看到的就是... 但是它... 它... 最... 值錢的這堆東西 那... 可以給其他SDX 那... 可以看到的 OK,所以 好了,買了這麼多年 都 打擺開箱 來看一下 可以看到設計 都是兩層 那 看看 這個東西 為什麼開這個東西呢 最主要原因是 等一等 那些手 全部 打開 打開 最主要是看這包東西 這包東西就是 那些 特備效果 那 它們可以這樣 抖起 原裝就是這樣 然後 有個洞 有個洞在這裡 然後有這個 這樣抖起 那 也會有些 組合 這個組合 很隨便的 可以抖起 又長 又短 又大 又小 所以 可以 各種效果 放在一起 OK 等人再看 這堆 這是最大的特點 我實在說 機身來說 沒有什麼 枯下 沒有什麼特色 不會像上一版 我們介紹 那樣 可以變龍 當然 魔法師 就有 這支 這支 那些 魔法像 那它是可以 那 它是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嘩 所以 是 這樣 咦 應該可以 拔得過 啊 對了 所以 可以 這支 用個 死人頭 對峙的 畫面 這樣 這樣 看到嗎 沒有清楚 這樣 看到嗎 基本上 就是 頭對峙的 這個 那 那 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 花筒 沒有什麼 花巧 就這樣 一隻 基本上 就 那 好像 這些 這樣的 效果球 和這些 可以 黏在一起 那 然後 然後 它可以 我 看看 它可以 這把武器 可以 有一個 點在這裏 你不可以 那個點 你可以拿出來 有效果的點 都可以 就好像這樣 這樣 這樣 甚至 你可以 你 試試 先 應該 理論上 是可以的 就沒有 插入 否則 你等人 拔出來 這樣 你可以 然後 飛球飛向外 都還可以 好像這樣 你的 飛飛飛 你的球飛出來 你可以 拿上手 拿上手 都還可以 嘗試 看 左右 手 你 可以 可以 做 好 可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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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樣 可以這樣 搞好 搞好 按這個效果 按這個也行 不是就插這把出來 按這個 按過這支 可以做得太亮了 大致上就沒有什麼特別 就像我所說的 沒什麼特別是得到這些效果球最值錢 其餘的都是很一般的 這個沒有什麼特色可言 最終我還是沒有拿出來 放 雖然100多元 但對我們來說算是很珍貴吧 有時候我買模型沒有拿出來玩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是 我覺得可能有一天我會重新買過 所以我都一直沒有去搞我的模型 當是stock 這樣擺字 當是要買的stock 這樣擺字 就沒有去搞它 沒有去搞它 大致上 基本上我的SPX都介紹了 我想給大家看看 其實 我先放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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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真的沒看到我 SDXC SDSC其實有這麼多款 其實還有 這是未最新的 所以看到之前跟大家介紹過的全裝甲騎士 鋼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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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騎士 這些未買、發術士 農裝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 其實是很差很差的 不過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多差 現在最新的應該是這隻 市面上找得到 就是之前那隻超級龍的更大的造型 不過這隻太小 不好看 轉成感會好一點 就可以看到 這隻龍是有藍有黑的 他們就是 SR龍 基本上你要看 看回他們 舊的 那套叫做 不知什麼 漫畫了 是近燈的 是 是 是所有近燈 SD近燈 發生的 系列 你會知道他們的關係 他們如何變化 龍頭是藍色的 劍也有不同 劍也有 剛才這副東西是 道金 和之前更多的道金 可以看到的龍頭 藍色的龍頭 然後 更加漂亮的龍尼 更加豪華 更加閃 之前看到是金、金、紅色的藍色 看看這些是完全形態 其實在20多年前出過SD Gundam 再看看 再下載圖畫 再下載圖畫 不是這隻嗎? 抱歉,不是這隻 這隻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也未買 接下來就是這隻 抱歉,看錯了 這隻 元祖版和SDX版比較 兩個排在一起 應該是SD 如果我沒有記錯 大家可以看到 這隻是SDX 這隻是元祖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是很早期的26編號006 是很早期的元祖系列 從圖畫中 這個日期看 是二十多年前已經出版過 這系列最新的是這隻 去年年尾 應該有人已經收到 E-X-A-A-S 這個龍多了更多配件 你可以看到 多了很多透明配件 而這群透明配件 其實是可以 給予其他人用的 你可以看到 可以分給他們用的概念 我之前也說過 這是一個很大的坑 有時候進去就很難出版 我也很想買 但有時候價錢貴到嚇死人 我都賣不下手 又加上 現在 有不有 整套 對我來說 不是很重要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沒有去追 只不過有時候看到 值得玩的便宜 便宜 便宜 好了 SDX 阿咪 我手上有的阿咪一隻 介紹到今天為止 以後我再看其他模型 OK 拜拜